今天在我们万人广场的现场可以说是气势辉煌 声势浩大 熟悉武术的人都知道 习武不但能提高人的基本素质 增强人的身体素质 更重要的是能改善人的精神面貌 塑造勇敢刚强的意志 强人的精神面貌 利傲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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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到参加万能团体表演的学员全部集合完毕 他们在向来宾和观众大声喊出卡钩舞校的校训 校训凸显的是日酬精进的上午文化 是舍身救援的狭义作风 是胸怀若骨的博大胸怀 更是新层身下的爱国之情 在欣赏完卡钩舞校的万人团体表演之后 我们的领导和嘉宾将继续前行 天下使命万不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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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公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武术体系 内容极为丰富 按类别可分为武手和器械两大类 按技法又可分为拳术 棍术 刀术 枪术 剑术 计击 气功等几十种 少林公主最早出现的多是实战的格斗技法 从明朝后期开始不见向套路方向改变 在清代形成了众多的套路 通过影视作品和舞台演出 我们想最富有视觉冲击力的 应该是通常所说的十八班兵器 现在我们的领导和嘉宾继续前行到达了山门后的第二道台阀 神迹的地方 中山的游户人都相逢 不属于故乡 依赖的地方 人家使命 万物流放 带着对少林神功的向往 现在嘉宾们继续前行 说到神功 我们便会想起另一个词 绝技 少林禅功 由内外全家之精华 述中华武术之旗帜 少林学技 为少林功夫之精粹 能华夏武术之威宝 现在我们看到 嘉宾们已经来到了少林寺武术馆 少林绝技是历代少林武僧在研磨少林那中 形成的最具有色色的功法 少林神功绝技有七十二种 人称七十二亿 其实色魅力就在于 继任着中原文化的气质 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国家之道的中原文化 从而造成了一个 博大精深的武学体系 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武文化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少林棍镇 那么在少林武术的形成期发展史上 少林棍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实际使用中 少林棍必达千军 练成的声音